为什么赵云死了诸葛亮只是哭,而张宝死了,诸葛亮却吐血,三国演义中,刘欢张之间的兄弟情谊,让人十分羡慕,虽容易信兄弟,但是只好像亲生骨肉,共患难,同进退,张飞为了刘备可以三千家财,关羽为了刘备可以不武欢展六将,刘备同样可以发动几十万大军为兄弟报仇, 这种超越生死的兄弟情谊在今天已经很难见到,对刘备来说,最幸运的不仅仅是拥有了两位能力超强的好兄弟,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鞠躬金翠此而后遗,为自己的事业贡献出一生的诸葛亮,诸葛亮对刘备的情谊丝毫不比关于恶章飞差,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大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细节,那就是在蜀汉后期, 蜀汉出现吴大将的尴尬,正直危局,赵云,张宝又相接离世,这给了诸葛亮巨大打击,虽然对二人的死十分痛心,但是诸葛亮在听到二人死讯时,却有着不同的反应,赵云去试识诸葛亮的表现,正饮酒间,呼保镇南将军赵云长子赵头,赐子赵广,来建丞相,孔明大金, 至悲于帝约,紫龙休矣,二字入见,拜哭约,某副作业三公病重而死,孔明跌足而哭约,紫龙深故,国家损一栋梁,无趣一毕也,张宝去试识诸葛亮的表现,楚汉渐兴七年夏四月,诸葛亮二出起山法外,攻破阴平,五都二成,又派王平, 江维,幻星,张宝四将前后攻杀为江郭怀,孙礼,魏云大败,郭,此二人弃马爬山而走,张宝望见,咒骂赶来,不期连人带马,跌入戒内,后军急忙就起,头一跌破,孔明令人送回成都养病,不多日,胡报有人自成都来,说张宝生死,孔明闻之,傍生大哭,口中吐血,昏厥淤地, 众人就行,孔明自此得病卧床不起,通过诸葛亮对二人去试的反应对比可以发现,赵云死时,诸葛亮似乎反应并不激烈,而张宝去试时,诸葛亮竟然吐了血,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,我们完全可以分析一下,赵云是因为病重而死,其实诸葛亮对赵云的死早有心理准备,毕竟年纪大了,生老病死谁都免不了,而赵云当时已经年满,出现地外状况也比较正常,再加上赵云已经无力参加北伐, 诸葛亮对赵云也并不太抱希望,此时的诸葛亮一心想要恢复中原,还于九都,所以赵云之死,诸葛亮痛哭完全是出于昔日的战斗友谊,但是张宝之死就没那么简单了,张宝是因为外乡死去的,而此时的张宝正直壮年,诸葛亮可以说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了年轻将领的身上, 希望他们能够继承父辈的遗志,恢复汉家的基业,但是万万没想到张宝竟然出了一百,另外此时的蜀国已经国弱民穷,原才出现断层,尤其是能够绿兵作战,独当一面的将军更少了,张宝之死让诸葛亮觉得北伐胜利的希望更加渺茫,坏句话来说,诸葛亮认为赵云之死是顺应天命,而张宝之死,恰恰说明了, 自己北伐不合天术,正好击中了诸葛亮心中的痛点,所以才会急得吐血吕倒。